成光学会是2020年秋天成立的 因着思维成长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弟兄 不约而同的看到 许多幽灵在美国犹大 必须举起基督信仰的真理之光来抵挡他们 我们相信上帝所托付的使命 是要我们传扬圣经价值观 像许多华人一样 我们自己也都受中庸之道的影响 天然倾向不占先民立场 左右可以逢源 但是在公共事务方面 成光学会其字鲜明的持英媒保守主义立场 因为我们相信这既是圣经所教导的 也是历史可以证明的 真正的宽容不是好好先生 而是努力追求真理 站稳立场 分辨真假 实好歹 若是被证明我们错了 就勇于承认错误 若是我们确实对了 就勇敢宣扬 并且善待 和我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过去两年 我们办了两次实体聚会 效果一般 就没有再办实体聚会 到了2022年底 我们再三考量 虽然人力有限 却不想让成光仅限于网络平台 YouTube 连我们的播客 都只是在YouTube上 我们决定在2023年开始实体课程 我们也调整了心理预期 耐得住寂寞 有几个人参加就可以 实体课程计划是每个礼拜一次 一次一个半小时 大约有一个小时教课内容 半个小时互动的过程 目前先安排一到三月 和4到6月两期 第一期的主题是 从圣经看政教关系 第二期的主题是 从圣经看美国社会议题 目前我们有一位助教 还有一位视频同工 会现场把实体课录制成视频 稍后再发布到成光的YouTube平台 住在DFW Dallas-Fordworth 达府地区的成光朋友们 欢迎报名参加 外地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等着观看课程视频 却不会有实体那么有趣 因为在实体课程中 你可以来和我们辩论的 我们还有一个大的项目 这是成光做视频的同工 所提出来的 他先从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上帝从虚空中 借着自己的道 也就是圣子 创造了万有 道在希腊哲学中 较为接近的概念是 Logos 因此在世经学当中 上帝创造的行动 也可以称之为 上帝的言说 上帝通过言说 创造了万有 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而在新约当中 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 上帝的儿女 是世上的言 这言不可失了位 言若失了位 就不再有用处 只能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 那么作为基督徒 我们这些言 要怎样 才能不失了位呢 就是我们要起来 传扬上帝的话语 我们通过自己的 语言和行动 来将上帝的话 说出去 因此呢 就有了言 必须起来说话的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会推出 一档节目 言说 这档节目 将以访谈的形式 将基督徒 平凡而真实的 信仰历程展现出 那第一期 就将是我自己的见证 我们还会在夏天 计划有一场 青少年世界观大会 在秋天 主要许可 我们筹办一次筹款晚会 而这些都请我们的 成光朋友们 敬请期待 这些都是实体的聚会哦 虽然晚了几天 让我再次祝大家 2023年 新年快乐 全年蒙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